中國新一波疫情反彈 河北省成了重災區 其中石家莊市最為嚴重 原定於1月25號在石家莊市召開的 河北省第十三屆人大第四次會議被推遲 學校宣布提前放假 11號清晨 石家莊開始對增村鎮12個村莊的 2萬多名村民全部進行大轉移 異地隔離 官方稱 在增村鎮小果莊村 出現了這輪疫情中的第一個確診病例 目前石家莊76.39%的病例在稿城區 稿城區95.62%的病例發生在增村鎮 從網友上傳的視頻可以看到 石家莊市防疫的緊張程度 一名疑似發燒的路人 聽不懂警察的指揮 執意要開車離去 結果被警察如臨大敵般的圍住 還沒等他把話說完 警察就像抓狗一樣用網套住他的頭 然後三、四個警察硬把他拉走 武漢爆發中共肺炎疫情一年多了 雖然去年6月當地政府宣稱清零 也沒有本土案例出現 但傳出的石家莊市新增確診病例行動軌劑中 有2例與武漢有關 1月11號 武漢官方宣布 啟動相關病例排查工作 消息傳出 引發中國網友憂心 武漢會不會再次爆發疫情 河北醫病例曾到過武漢 武漢啟動相關確診病例排查 上了微博熱搜榜 武漢市民燕女士表示 現在信息都不太明確 民眾只能加強自我防護 現在沒有新的渠道可以反饋 現在也不好說 再加上核酸檢測的結果 它也並不準確 很多人檢測10次以後才查出來養性 所以現在最主要的就是加強自己的這種自身的防控意識吧 山西近中市魚刺區高村也發現確診病例 目前高村已開始實施封閉管理 全員進行核酸檢測 魚刺區教育局發布緊急通知 宣布全區各階段學生提早放假 曾經發生在武漢的電焊門 如今重現在遼寧省營口市鮑魚圈 從網友上傳的視頻可以看到 新港小區單元大門直接被電焊焊死 瀋陽市這波疫情確診病例37例 中風險地區為14處 中共軍方的防疫機構已進駐瀋陽市 家住鐵溪區的王先生對記者說 上班路線必須經過黃谷區 現在黃谷區因為疫情嚴重封鎖了 它只能在那附近再等其他的公交車繞過黃谷區 目前鐵溪、黃谷、魚鴻三個區 已經進行第三輪核酸全員檢測 黑龍江省綏化市望奎縣官方11號通報 再新增20例中共病毒無症狀感染者 隨後望奎縣宣布緊急封城 所有小區、村莊、封閉管理、全員強制核酸檢測 從視頻中看到等待做核酸檢測的人非常多 人幾人已顧不上安全距離了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 望奎縣的疫情已傳播到吉林省長春市 1月11號晚間 北京房山區出現民眾大排長龍等待進行核酸檢測 外界推測 可能同一天在河北廊坊市 固安的普祥醫院傳出疑似確診者 目前已經封閉 因為固安縣的疫情相當嚴重 緊鄰的北京房山區才會連夜對居民進行核酸檢測 圍攻北京再度淪陷 適合見 postponed 沙漢 設定 recom 在